五架无人机在军舰甲板上编队起飞 这是日前大陆央视新闻中介绍海军假想敌的一个片段 虽然只有两个镜头 没有任何旁白说明却引发国际舆论关注 因为它很可能就是曾经有模型在珠海航展中亮相的解放军第一艘无人机航空母舰 那你先到危险的地方往前突啊 比如说先攻击对方的雷达 先攻击对方的地空导弹 对比模型跟影像 有大陆网媒分析这艘无人机航舰不但可以同时操作五架无人机 还有大型的雷达跟天线可以连接空中其他大型无人机 画面中的这款无人机也已经在西藏投入使用 机体内的空间可以运送伤兵或弹药 外媒担忧 未来这种无人机航舰可能被用在向台湾发动风群作战 美方罔顾事实 渲染中国威胁 肆意干涉中国内政 为增加军费 维持霸权 不过另一边大陆从官员到媒体 这两天更忙着痛批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的国防授权法 还有国会公布的2023综合拨款法案 说这是凸显美国要遏制中国的贼心不死 通过呢给乌克兰源不断的援助他的武器装备 而不直接介入大国对抗 从而间接的拖住俄罗斯 他是尝到了甜头的 所以他这次呢 他就想把这个模板复制到台湾 中国大陆军事动作频频 让台海成为国际紧盯的火药库 各方一举一动都备受瞩目 TV新闻张志明 庄志伟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